你好 欢迎收看8月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政府8月份升旗典礼 在今天举行 现场许正位亲自主持 也表扬了业务达人还有圆梦团队 现场许正位为了体恤 幸福同仁们辛苦 8月1号的升旗典礼 则是选择在幸福大礼堂举办 现场许正位1号亲自主持典礼 表扬业务达人以及圆梦团队 现场许正位表示 在历史长河的脉络当中 每个人都为居住的土地奉献一己之力 宣伏市政从109年推出的 五个进到110年 曼金平花联市政主轴 再到今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核心理念 宣政的政策 不只是一个局处在做 而是花联县23个局处是 一起齐心协力 整合共同来推动 而不是一个局处所能做 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圆梦团队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达人 无论是临时约聘部 或者是正式的公务员 在花莲县政府服务 在各乡镇公所服务 在我们二级单位服务 都是花莲县政府的一家人 我们在服务的都是花莲县所有的家人 所以在这里真为要感谢 今天的业务达人以及人工团队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不一你不是公务员 不一你只是临时约聘雇 而站站兢兢的在这个工作上 发挥自己也照亮整个花莲县 我想这个功德了不起 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小小的个人 不要目视自己能改变世界 改变花莲县政府 改变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 所有花莲县政府的兄弟姐妹们 所有的孩子们 当然一个首长的领导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一个首长的远见 更是让世界开掉花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三年 花莲县政府得到国家走越建设奖 得到史安尾环 得到中央或者是世界等民间单位 举办的各项的评比 花莲县不落人后 花莲县绝不是后山 现在雪之后肯定业务达人 以及园梦团队在工作岗位上的付出 以及全县各个公务机关的努力 在工作岗位上付花莲乡亲 花莲包括布农组加行旧部落在线计划 荣获全球卓越建设奖 花莲县地理资讯整个应用平台 荣获第18届精涂奖 智慧国土年度的特别奖 以及最佳推动辅奖 花莲市政备受各界肯定 这个中文 黄师伯老